Hello,大家好,我是Mini 今天的主题相信大家看到封面的时候已经迟到了 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做这支Selene包包的开箱 Selene非常非常火的Mini Shopper 那第一时间打开包装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这个包装盒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仔细看的话,它会是有一点这种像布纹的这种纹理 非常的有质感 那就很有那种欧洲古建筑的感觉 或者是会让人联想到石膏雕像啊等等这些的元素 那打开盒盖以后呢 它里边有两个这样子的小枕头应该是用来缓冲的 那箱子里边呢还有两个小信封 里边是一些Selene的票具 现在就到了包包的部分 这个包有一个质感很好的一个防尘袋 防尘袋还有那种转色的那种效果 觉得平时作为一个小购物袋什么的用也是OK的 Wow, Minitota终于现身了 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也是最火爆的配色 上面有这种老花的凯旋门的标志 黑色配棕色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手柄部分呢也是这种浅棕色的 所以都属于一个色系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复古 除了这种比较复古的元素之外 我特别喜欢它一点就是它把这个logo做成了白色 就会增加了很多活泼感和这种时尚感 这个也是它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那这只包包呢它是mini的就是这个包型里面最小的 它的尺寸呢是17x21x4 就手柄的尺寸我觉得拿上是非常的舒适 长短刚刚合适 皮子呢就是感觉是非常硬挺的 这个底的部分加了一层 所以它的形状会保持的很好 即便是放了很多东西 放了重东西在里面 它的这个形状也不会变 它的这个皮子的表面呢会有一些纹路 所以平时我们使用当中它是一个比较耐用的一个状态 除了手柄以外呢里边还会有配一个肩带 它的一边是这样子已经记在上面了 它这一头是有两个孔的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小金属吐气呢来调节肩带的这个长短 然后这边也是有的两个孔 看一下这个肩带有多长 107厘米 这两个孔的位置是两厘米 所以两边一共加起来 还有一个4厘米的一个调节范围 可以在104到107之间可以进行自由的调节 那肩带的这个调节环 这儿呢有一个真皮的小圈圈 大家看到吗 上面是有Celine的刚硬的压痕的 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小细节 另外它的金属呢也都是很有光泽的这种铜质感的这种光泽 看上去是质量非常好的五金 那包包的里边呢它有一个卡片 是它一个调性码 里边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里边也没有更多的口袋 那它包身上的这个白色的Celine的标志呢 摸上去是有这种凸起感的 很像我们人民币上面印刷的那个文字的那种手感 另外呢它这个印刷的油墨呢 会有散发出一点点油墨的味道 所以大家收到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的心理准备哈 那包身部分的杂线呢是黑色的 它跟它的这个包体呢融为一体了 然后在这个手柄和肩带的部分 它的这个杂线是这种乳白色的 会有一些存在感 然后让这个包包呢看上去更加的时尚 底部呢又另外加一道底下的这个皮子 整个的做工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然后拿在手里感觉好可爱啊 小小一只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下这个包的容量到底有多大 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一些平时会用到就是随身携带的东西 看看都装下了些什么呢 每天都会要必带的这个面洗洗手液 还有脏骨湿巾 最后一带一个面膜 然后还有我的墨镜 然后带了两只口红 一只小镜条 iPad mini 手机 还有我的三红 还有一个漆面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钱包 最后是我平时每天都会喝的这个三味的蛋白 就是包包里面做的东西 看上去还是挺多的 当然还可以塞下钥匙 因为钥匙本身不是很沾地方 那基本上平时会随时其他东西都放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它容量还是很感人的 然后看上去小小的一只 非常的精致 但其实容量满满哦 所以我觉得是超值的一只包包 那这款Celine的购物袋呢 除了这个mini size的 还有另外有两个尺寸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一个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尺寸 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呢 就比较适合拿mini 平时会装很多东西的 比如说要装电脑啊 或者是要装孩子要用的东西的话 那就会比较适合那个大尺寸的 另外呢 这款包包还有不同的配色 今年也出了新的配色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